莫斯科发生的恐怖攻击 大家看到画面吓坏了 这上了微博热搜 前面四条通通都是 第一名就是俄罗斯进入 所谓的战争状态 很多人沉湿厕所 民众倒地 假装装死来保密 突然有一群军人装备的恐怖分子 冲到了莫斯科的音乐厅 你看开始举枪扫射 造成了很多人员的上升 但我目前为止 因为先前的报导 还有说大概70个人死亡 现在随时死伤人数 还在累积当中 这一个本来是听音乐的 祥和的 没有政治意图的地方 却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地点 你看这么大一个场地 死伤人数现在想必是非常的惊人 那么专家分析 这起恐怖事件经过长期策划 这些军人恐怖分子 看起来就军人的样子 因为是看起来训练有素 虽然脸上是蒙面的 但是超过了300发子弹的发射 还有身上的各种装备迷彩服 都被认为跟谁有关 现在是ISIS已经承认 公开宣称是他们犯案 现在枪手据说已经成功逃脱了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要攻击 不知道 但画面上看到了涉案人 坐着白车子逃离的现场 路上地上丢的是什么 恐怖分子用的AK-47步枪 目击者说当晚至少有五名枪手 涉案他们都留着胡子续胡 行为就像训练有素的战士军人的概念 俄罗斯副总理出来说话了 他说普清住院在遇袭事件中 受伤的人尽快康复 不是呛吓 是只有先对伤者亡者加以安抚 那么当然我们没有忘记 在这个月初 我们其实在3月7号 就看过这个新闻 是美国的驻莫斯科大使 发出来的新闻说警告警告 有极端分子可能会对莫斯科的 大型活动发动攻击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情资 记得吗 俄乌战争之前 类似像这样的发文跟讯息的透露 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去 在俄罗斯这里参加大型活动 远离人群 不过当时普清的回应 是很呛响 很反感的 他说这种恐吓是在恐吓俄罗斯人 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 情资资讯了吗 美国如果知道知情 可能会有这样的攻击 3月7号到现在发生攻击的中间 有没有更多的资讯来提供预防 像这样的意外发生 当然就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时间轴算一算的话 恐攻发生之前 发生什么事 俄罗斯正猛攻电力设备 攻哪里的乌克兰 袭击事件前几个小时 俄军对乌克兰的发电战 发动最大规模的攻击 让乌克兰最大的水库 电厂还有其他的能源设施 都整个瘫痪掉了 导致有大概100多万人 现在是没有供电的 没有电力的状态 莫斯科表示 这是为了报复乌克兰 在俄罗斯大选期间 所发动的攻击不是一下子毁坏 一下子去拿汽油弹丢投票所 他们认为是乌克兰干的 所以报复他 但没有多久几个小时之后 莫斯科音乐厅就遭到了恐怖攻击 那么俄国的国安会副主席说 如果基辅卷入袭击事件 他现在是怀疑是ISIS吗 有没有乌克兰的影子 如果是基辅卷入的话 那这些人都必须被毫不留情的追杀 包括犯下如此令人愤慨恶行的国家官员 要血债血还 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的回应是说 乌克兰这次跟枪击事件无关 赶快撇清关系 那俄乌战争为什么被说升温打了这么久 还要温 温什么 什么温度 因为过去在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都说 这只是特别军事行动 都是为了我们俄罗斯人 我们二裔的人的一些权益 并没有想要真的打仗的概念 但现在俄国在3月22号 克里姆林宫的声明里头 已经把它定位为战争 因为在西方介入下而造成的战争 正式升级了之后 路透社报导 俄国改变措辞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在于俄军过去几个礼拜的军事斩获 还有斩获吗 又更推进的领土吗 还有美元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一直没有到 弹劲圆绝了吗 还很多报导说什么乌克兰 像是士气低迷等等的 所以普清用这个概念 把战事升级了 而另外还有一个人被关注 是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是在回应普丁吗 他一系列在社群平台上公布了一些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 好像在拍电影明星还是剧照一样的 好像在打拳击 马克宏大家没有忘记 他前阵子才公开讲过说 是不是要拍地面部队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但他用这张照片要显示什么 很多媒体去解读他 专家说马克宏试图在自己的地盘 回应普丁说要他放马过来 真的吗 我是不知道 还是只是一个秀的成分居多 但镜头后面的马克宏讲一段话 被媒体给记录下来 这是由Politico所做的报道 欧洲版政客新闻网 他说政界人士透露 马克宏在个私下的场合聚会的时候 表达了对乌克兰局势的担忧 他很担心 因为乌克兰很可能很快就要失败了 所以他才说要用地面部队作战吗 还是也只是说说而已就像美国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也等于停滞不前一样 亮哥莫斯科这场攻击跟现在俄罗斯的猛攻透露的讯息 目前传出来是ISISK 那就是阿富汗那边的一个IS的分支 那如果是那边的话 他的成员可能有一些会来自中亚 那跟车臣可能就会有点关系 那俄罗斯打过车臣 本来就在中亚那个地带结怨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应该跟乌克兰没有关系 他们也立刻诚心否认 对 可是跟美国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美国千丝万缕 这个就是要查坦白讲 因为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美国跟ISIS是有关系的 俄罗斯那个时候当然是配合叙利亚 阿塞德要消灭ISIS 那边也是结怨 所以坦白讲俄罗斯是两边都结怨 所以不管是阿富汗这边结合中亚的力量 或者是那边的ISIS 他们都恨俄罗斯 都不意外就对了 这个不意外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跟乌克兰没有关系的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就他本来叫特别军事行动 那本来只限定于就是顿巴斯的法西斯 巴斯亚素营要歼灭 然后阻止乌克兰参加北约 本来就只有这样的有限的目标 可是我觉得他越来越不这样认定 这个就很麻烦 他越来越认定这个是北约 北约已经介入了 军事顾问或者一些培训官早就进来了 现在马克宏又在那边吹牛说要派2000人进场 你认为是吹牛是什么 不是就是你这个时候讲这种话干什么 那你不是让俄罗斯更有理由说 这个是一场战争吗 而且是针对北约的战争 那所以动不动就核武就说上口了 所以你进来我就用核弹来打你 因为俄罗斯有一些小型的战术核武 他是真的有可能用 你不要以为是假的 因为连拜登都这样提醒欧洲国家 这个张将军比我了解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北约因为现在欧洲 对于乌克兰可能美国共和党不支持 对于乌克兰可能真的在 几个月内可能战败 然后接下来战火会波及 部分的北约国家 比如说波罗的海国家 或者是芬兰或者是波兰 他们非常的忧虑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冲突 那北约欧洲国家要怎么表态 所以他们很苦恼 法国尤其苦恼 因为7月26号要办奥运 所以他当然不希望 到时候又是乱七八糟 所以坦白讲马克宏 有一些复杂的思考 因为5月中国要去法国 习近平要去 所以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触摊 可是一方面又说要派2000名 法军要进入乌克兰 所以他不知道在玩什么把戏 这可能再观察一下 对 一下子说他快要败了 一方面又说我要派兵 有点看不太懂 将军这是什么战术 我认为那个 外华那个就是市政厅的歌剧院 他这个ISISK他的屠杀 IQ-47扫射死了70多个人 受伤100多人 这个是刚好就是复制在2002年的 10月的车臣事件 他那刚好在莫斯科的国家歌剧院 这个是在我们讲的音乐厅 你看看 因为这个地方音乐厅或歌剧院 都是半封闭 几个门关锁住人就在里面了 然后就可以屠杀了 然后人群又在聚集 几百个人上千 你刚好这个时候屠杀的最佳场地 另外一个 这些所有看歌剧的人 看戏剧的人 他不会有任何防备 谁会穿着防弹背心去看戏 不可能穿防弹背心看戏的 那刚好这个时候是最脆弱 他找这个文标 这个是已经计划性 而且计划很久 这样的话也达到目的 竟然跑掉 这五个竿子队可能都顺利达成 动作很快 动作蛮快的 马上就结束 结束就立刻闪人 变成这样的状况 但是这个乌克兰马上 做切割 不是他 但是按照俄罗斯的逻辑来看 黑狗都吃白狗哀咒 他会加上 马上就对乌克兰 吉普加大打击 因为他要找 有道理 他找发现口 因为IS跑掉了 ISIS跑掉了 找谁 那就是白狗哀咒了 他比他倒霉了 就变成这个状况 那他有交代 那这样子他就拿这个 其他的战果来弥补 稍微弥补一下 他这个这些人 安抚一下 类似这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乌克兰比较倒霉 那现在又是说 现在就可能要升格为战争 战争不一样 战争是范围的扩大 战争是火力的加强 战争是要明确立定目的 目的就是要让对方 屈从他的意志 那我要讲 既然如果是特别军事行动 那就升格为战争 我上次一个指标 就是俄罗斯可能要动用 战术核武 他已经讲了战争 你不可能特别军事行动 只有核武 对 你现在宣布了战争 那不一样 战争的话要对方屈服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先进入战争 然后他就可能会准备 战术核武 那战术核武之前 我认为他还不会轻易使用 他有没有做核爆 地下的核事件 就爆一颗出来 表示说有这个决因要用了 换句话这个动作有点升级了 你这个升级了战争 然后再来核爆 核爆之后就准备要核武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这一方面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规模的扩大 而且战场是在乌克兰打 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现在乌克兰仍有伤残死亡 再另外一回事情 就是西方国家提供他的火力 武器战争不够 问题不够 不够的话就没有办法 拿火力取代人力 那你火力弱 人力也弱 你这样的话对俄罗斯的 这方面的攻势会挡不住 这样说因为这是克里姆林公公开讲的 也叫做战争 而且西方的造成的影响 直接挑明了来讲 因为过去大家还说 有了尾巴冲突之后 知道原来在乌克兰的攻击里头 还是相对有限度的 有条件的 可是后来现在这个 所谓的战争开始之后 代表的是接下来的手段 会越来越凌厉 其实我们在定义战争的时候 国际关系里面比较严格的定义 我们在有一个资料库叫Corelleal War Dataset 叫战争观点性资料库里面 军事冲突是1000人以下 我们叫军事冲突 死亡1000人以下 死亡1000人以上叫战争 其实乌尔战争打到目前为止 早超过1000人 他是战争的规模 其实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他们说第一个我们在国际法上 你战争要宣战 两方要宣战 他假如说国际法定义的战争 普丁他不承认 一开始不承认是战争 他说特别军事行动 维护和平 对 维护和平 他有点在规避国际法的制裁 这是一个一点 但他现在感觉他目前 可能觉得胜券债务或是 实际上也被制裁 也被制裁 他的迎面大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我要拉大规模 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战术 战法会进去 可能像刚才将军讲的 但他这样我觉得他有他的考量 不过我们要讲普丁这个人 得罪很多人 为什么会有恐怖攻击 我还是要反过来讲这个 很多人讨厌普丁 他从入侵 当然不是他入侵阿富汗 但是从苏联入侵阿富汗 打车城 到普丁的方方面面 有很多人想要对他下手 其实这一次的仇恨 这个ISISK 他是在ISIS的一支 他是在 他叫ISKROSAN 它是K 他的地方其实在伊朗 土库曼跟阿富汗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那边的人其实是中亚 所以他们说这一支里面是有很多仇视 俄罗斯仇视普丁的军事分子 加入在这里面 然后他们一直想要做这个方面的东西 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就有情报显示 而且美国人给俄罗斯的情报说 会有恐怖攻击 普丁说 对你们不要再危言耸听 他不相信 真的发生了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恐怖攻击 或恐怖分子他有他的定义跟概念 他要造成一种 我们讲心理上的一种现象 让你感到说他们很重要 因为他们一般用口头讲的不重要 他再怎么骂普丁没人理他 所以他有些措施 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所以他会找平民下手 像这种歌剧院或音乐厅 找平民下手会造成全球的瞩目 这是他们主要的诉求 但他们的诉求又不是要俘虏 他们主要的诉求 就是要针对普丁来的 你过去针对我们的中亚的朋友 追杀太多 对于普丁这个 我觉得是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这个跟乌克兰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要特别注意是 他跟乌克兰没有关系 但其实在俄罗斯发生 这恐怖攻击不是第一次 其实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有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被打下来 那也是ISIS也说这是他们做的 2017年圣彼得堡地铁爆炸 死了15个人 ISIS也说也是他们做的 所以其实他们不断的陆续的 在俄罗斯里面制造这个恐怖攻击 其实他剑指的就是普丁 那现在战争打得这么残酷 然后这些恐怖分子 我觉得 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要恐怖分子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在做一些 正义之事 对他们是圣战士也好 他们是在做一些 杀的是无辜的人 对他们要做一些 他们要觉得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普丁 他现在是内外 都要特别小心 特别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发言还蛮低调 目前没有看他出来发言 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音乐厅 虽然俄乌战争时区 一直都还有人命的丧失 还在打仗当中 但是在自己莫斯科的音乐厅被恐攻 第一时间当时普丁并没有出来讲话 结果昨天他总算正式发言了 他告诉大家凶手是谁 反而不提ISIS 他提的是谁听听普琴的说法 在官方随后公布的这个 所谓被拘捕者嫌犯的共词里头 公开的影像 就说他对价钱 金钱是多少钱 同时是甚至不提ISIS 而是专门提乌克兰或者以色列 好像是指使的对象是他们 那泽伦斯基立刻跳出来说 这显然是普京适度要嫁祸给我们 他说他是卑鄙小人 沉默了一天才发言 是想着要怎么把乌克兰给扯进去吗 那当然莫斯科恐攻这次变成 罗生门也很特别 因为俄国是指控乌克兰甚至以色列是幕后主使 但ISIS就他进一步今天又公布了四个人的画面 告诉大家说就是我们干的 这是ISIS跟反ISIS国家之间的战争 他就算上传了影片照片 结果莫斯科方仍然一口咬定 是乌克兰以色列甚至美方吗 因为捷克的安全专家他讲了一个不寻常的关键点 例如最常发现的一个状况是 匈贤如果是ISIS的这样的恐攻的话 通常就留在现场的 但这一次匈贤逃跑了 是很典型的恐攻事件当中不会发生的 因为像过去的ISIS的恐攻都是要所谓的训道训教 所以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会持续施暴 直到被杀准备在现场就不会有 想要活着走出去这样子的心理准备 所以很少看过犯案或逃跑的 那当然俄罗斯网友还进一步整理了 很多个各种不同的猫腻或迹象 例如犯人没有戴必备的ISIS的旗帜 没穿黑衣服没有续湖 犯人也没有决绝逃亡的这个信念 最后逃跑 甚至还有11个人被抓到之后投降了 那网络很多疯传的说法是说 美国干的吗 那白宫还特别去赶快紧急声明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国安发言人华森的说法 莫斯科恐攻是伊斯兰国单独犯案 马上澄清只有伊斯兰国单独犯案 乌克兰没有涉入 我们三月初我们昨天也提到 三月七号他就已经发了新闻 警告俄罗斯是你们自己不相信而已 布林肯还说莫斯科恐攻令人法指 特别强调美国跟俄罗斯人民是站在一起的 对于恐怖攻击没有办法容忍 但前中美国中情局官员就说了 这个是CIA的情报官强森 他说显然拜登政府急着帮乌克兰跟莫斯科恐攻保持距离 切割吗 反而显示了美方对于实施这个行动的人 似乎计划上有一种程度的了解 如果俄国相信美国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袭击的话 那恐怕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有被爬梳出来的事 包括危机解密 里面曾经过去讨论过一件事情 说ISIS的组织从哪里来的 就是中情局去成立的 所以要求这次事件 是不是CIA也要对此负责 当然这还有各种的争论 仍然在持续各说各话当中 但是对于其他的中央情报局的消息里面 还有不断的讨论到 就是中央情报局建立的伊斯兰国等等的 动不动就在各地制造 提供资金制造动乱 这个是这支部队基地之滑台之后 变成ISIS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所以普京对于这件事情 第一个先强调是乌克兰干的 再来同时做什么 继续加大力道去攻击乌克兰 包括了攻击水库 包括了电力 百万户的停电 停水 接下来水力可能也是个问题 甚至俄罗斯还重启了FAB 3000炸弹的生产 被说这个炸弹是一个半径 可以达900米这么大的威力的炸弹 相当于1000公斤的TNT 所以是广岛核爆的万分之一 如果这个炸弹一直大量生产的话 破坏力也就会更为巨大 那到底是谁让乌克兰下不了台 有一种说法 这是最新新闻传出来的 但这位是谁 是独立记者 也是曾经得过美国普利兹奖的得主 贺希他所说的 他说几个月前 本来人家俄乌都已经谈判了 快要进行更顺利有可能和平落幕的时候 是华盛顿方面向责任司机方面发出最后通牒 警告他不可以谈判 要求乌克兰拒绝谈判 否则就会失去每年450亿美元的援助 这也是不是后来责任司机很加大分被去呼喊 要美国赶快补助他金额的这个动作这么大 跟这事情有没有关不知道 但的确光一个恐怖事件 现在各种说法到底谁干的 仍然各说各话 亮哥 这个网路上已经有一些揭露 比如说俄罗斯有抓到四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我看到那个脸 其中有一个是塔吉克人 还有一个听说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 可是并不是军方现在还在指挥的 他早就脱离了 因为如果是要ISIS-K 基本上他是在阿富汗 伊朗跟土库曼的边境 本来就扯到一些中亚人 比如说车臣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痛恨普京的 所以这件事真相真的还不知道 不过为什么会扯到ISIS是谁创建 因为当年ISIS的创办人有几个人 都是在阿富汗监狱里面出生的 美国就是把阿富汗那几个 就是属于顺尼派的激进派 就扶植他们来搞一个团体 ISIS就是这样成立的 可是后来美国也掌握不住 所以坦白讲就是养大了 然后也反噬自己这样 这个事上很多宾拉登也是 宾拉登当年也是跟美国养起来的 塔利班美国也支持过 就是为了反抗俄罗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历史的曲折 你说你去扯美国当年跟IS创建有关 真的是有关 可是你说IS后来是不是都美国 可以指挥得动 也是没办法 当然 恐怕这样推论就太过了 为什么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指出一些疑点 因为IS就是自杀战旦克 他通常就是不要命的 那他怎么会离开呢 因为他犯了这个案子之后就跑掉了 而且还坐车离开 这个你去对比那个莫斯科歌剧院 内置的车臣的恐怖分子 他就直接炸弹就绑在身上 就准备当场要殉道的 所以IS犯案怎么会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才会引起一些质疑 可是你说现在就要立刻栽张到美国或乌克兰 这个证据也不够 不过我觉得普京的发言比较值得重视 他一口就咬定是乌克兰干 他定义如实 管你真相是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很麻烦 因为这个就好比克里米亚那个大桥 俄罗斯一口咬定就乌克兰干 这个会联动到未来他做事的方法 因为他现在刚胜选 坦白讲是自信满满 对于他的军火工业的全面恢复 所以你看他一出手就非常不留情 他就开始比如说去炸乌克兰的发电厂 我觉得他现在就有一个策略 就是说你不要跟我和谈是不是 那我就让你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 他都会去炸公用设施 他现在不一定是炸军用基地 他炸公用设施让乌克兰的老百姓觉得 这个战事物可以停止了 用这个方式让老百姓来对哲伦斯一施压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这四个帮我不会还了 因为他总统大选都让这个四个帮进来投票了 他怎么可能还给你呢 对不对 而且这次投票还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这个值得注意 就有几个奥德萨的人出来说 他们特别跑出来投票给普京 因为他们已经跑到那四个帮里面 他说希望俄罗斯能够光复奥德萨 然后普京又出来讲了一个话 说奥德萨是俄罗斯人的城市 因为奥德萨俄罗斯人真的是比较多 这个就很麻烦了 因为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被乌克兰打掉了40% 所以俄罗斯也想要保护他的黑海舰队 所以他会不会去倒奥德萨 如果真的去倒那个就 这个就大麻烦了 大麻烦了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好像真相普京不是很在乎的感觉 因为普京现在重点就是他定调 是乌克兰干的 那是必接下来可能要产生的就是报复行动 这个之前大家希望能够促成和谈的 这一天现在看起来是只会让战事更扩大吗 越来越渺茫 而且像这一次的事件 我听到很多人比喻成2001的 车臣的恐怖分子 其实这两个差很多 因为车臣恐怖分子进去以后 他是要挟 他并不想杀人 他绑架了850个人子 就是说你要去撤军 然后我们在这里不走 他是有诉求要告诉大家 我也不想杀人 然后结果是因为俄国去使用 这个芬太尼毒气 神经毒气 才把人毒死 打死了这个暴徒 然后死了100多个人民 是跟着一起死的 所以并不是杀 我一来就要杀 那这一次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次我一直在想 你说这个 有时候这些恐怖分子 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我举这一次来好了 这一次的恐攻对俄罗斯 我先说这个国家国力影响有什么 就跟人被盯了一个文字一样 那你对俄罗斯国力有什么影响 接着你再来讲 有打击普丁吗 他反而给普丁一个很好的理由 团结国内 我相信俄罗斯人会很愤怒的 名气可用 反而让普丁有一个力量 再打回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到底是谁 我想可能到最后 真的可能是找不到 这么多去质疑的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人很有意思 就是你刚刚这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他的 他其实是国务院的反恐办公室的 一个很老的一个资深的人 叫做Larry Johnson Johnson他讲的那个 就是你有必要这么快的去切割吗 断定 跟乌克兰无关 对 所以那是不是你 其实你是心里虚的 就是你不必这么快 因为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然后当然又有讲到一个说 普丁 不是 美国是不是希望 俄乌战争停 那你要去想的一个就是 美国的那一群选举的精英 因为要大选了 对不对 如果俄乌战争 大家去想一个 现在停掉了 对拜登的形象是什么 对拜登的形象是你输了 因为打到现在 你不可能说你现在说我停 然后把这四个之后还给乌克兰 所以现在如果停 那就是确定拜登摄入这个 是错误的 而谁一直在说不要摄入 川普 川普一直在讲说 我是总统 根本不会有这场战争 如果你发生了 我现在当于战争 我立刻让它停掉 所以说从大选的角度看 川普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现在停 这些选举军英 其实想说我们都要失去工作了 所以美国现在什么东西 对他们影响最大你知道吗 就是大选 所以任何的美国的国阵 他们会考虑什么会做什么 你第一个往那个大选方向去想 能不能够支持川普当选 或是能够唠叫拜登下台 这些都是他们在考虑的 其余的别的因素什么 我觉得那已经是次要的 选举的时候当选最重要 抓到权力才能有后续的 其余的否则都是假的 主要说在这场恐攻发生的同时 被说乌克兰的和谈 是美国阻止它 甚至给它下警告通点 这个部分您相信评估 符合现在现况吗 我认为这个可信度没那么高 不过当然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我们只能说根据现在的证据来推 根据现在的情势来推论的话 如果俄乌战争持续延续 因为现在乌克兰是处于不利的状态 那么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动攻击 乌克兰再丢几个城镇 那对拜登的选举是更加的不利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拜登现在也被卷入在 这个加萨走廊的战事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对拜登已经是一个 严重的打击 很多州的这些民主党的选民 都现在就是说不投票 所以他现在的重心是在解决 是在阻止以色列发动进一步的攻击 让这个加萨早点停火 那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再有战事 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他没有必要特别去阻止这个和谈 那只是说他对这个和谈 是抱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跟做法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 还是在于就是说 美国到底有没有去警告莫斯科 就是说有发动恐怖攻击这件事情 那我从这几个证据来看起来 其实美国是有警告的 因为事实上美国不只是警告了俄罗斯 在一月的时候 那时候伊朗也发生了一次恐怖攻击 那一次美国也先警告了伊朗 那这个是表示他对俄罗斯跟伊朗的善意吗 其实从美国自己的说法来说也不是 因为他说他们长期以来所抱持的一个政策 就是有警告的义务 这是根据英美侵权法 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如果你知道一个危险即将发生 如果你没有预先警告的话 那可能你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 根据美国方面的一些新闻报道 是这样子的说法 不过我觉得比较重点还是在于说 因为美国跟ISIS-K 其实是长期就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因为ISIS-K其实是塔利班的敌人 但也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说他们其实长期以来 他们就是打了非常久的仗 在伊朗的一月的那一次 跟这一次在俄罗斯 其实现在爆出来的消息都说是这个ISIS-K 那这个ISIS-K其实因为它现在一个说法就是说 因为俄罗斯是介入了这个 就是帮这个叙利亚去打这个ISIS 在叙利亚的部队 所以说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ISIS 其实它是不是只是针对俄罗斯 也不是只是针对美国 但很多国家都是它对付的对象 包括你看像在阿富汗 它不只是针对美国 它连这个塔利班都打 那当然它就是一个圣战组织 它不断地在寻找新目标 去鼓舞它的这个战事 能够去创造他们所要建立的一个所谓的哈里发 那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当然就是说它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讲 跟美国来讲 都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敌人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 也有可能可以去刺激双方 去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事情 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但是当然双方这个主政者 能不能有这样的智慧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我们立刻来关心一下俄罗斯的恐攻之后 今天有这个最新消息是 普清含泪点蜡烛表示哀悼 我们来看看它的相关的画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普清的神情相当的哀伤 然后眼眶也就是好像泛着泪水 这样点上了蜡烛来表达哀悼 因为有超过百人 140多人这样子在这一次的恐攻当中 不幸理难 所以他就是点蜡烛来表示 他对于这143个人的一个怀念之意 那当然这个俄国的媒体 他也有播放出来 这个普清在处理这个袭击案的一些 相关的联系画面 我们来看看 好 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上下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哀奇的气氛 那客工也是下了半期致哀 普清甚至是讲说 所有实施者 组织者跟策划者 都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那在莫斯科这一个音乐厅的外头 也出现了仙鹤的投影 也是在悼念遇到这恐怖袭击的 相关的遇难者 那在这个大楼的外头有看到 因为其实这一个 等于说这个音乐厅的命名 当时是用这个仙鹤来命名 那这个仙鹤的故事呢 就是在纪念士兵死后 变成了鸟儿的一个俄罗斯的歌谣 所以他们现在又投影上了仙鹤 在追思这些遇难者 那其实在这个现场外头 也有很多的民众排了非常长的队伍 去摆上鲜花 鲜花都已经堆成了山了 那这样子冒着雨去悼念 所以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 真的是冲击得非常的大 那但是你看看 这个美国的媒体 纽石在这时候讲说 哇 普清无所不能的神话破功了 这一次的攻击事件 让日前仕途借由连任成功 向俄罗斯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 大权在握的普清破功了 他号称无所不能的安全机器 居然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 近2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恐怖攻击 结果美国媒体还在忙着唱衰普清 所以让大家想说 这个就会有一些人联想 这难道跟这个美国没有关系吗 难道这个美国媒体 在这个时间点还这样子说话 是不是有一点冷血了呢 那另外还有这个画面曝光 这是俄罗斯恐攻的嫌犯 满脸是伤的出庭 这个法院才定要还押 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们好像没有死刑 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 处决这些嫌犯 现在只能就是以无期徒刑的方式 但是在网路上面 让大家非常讶异 就是这段影片我们就不播放了 因为怕有这个引导之嫌 就是说竟然有出现 这个音乐厅的这种恐攻游戏地图 然后这就是好像模拟 里面所有的地形全部都好像跟 这个俄罗斯的音乐厅是完全吻合的 那这个里面的人 还有几个是跪在那边 然后是怎么样的恐攻行动 人家就想说 这难道是一个先勘察地形的模拟吗 另外在X上头也流传了一段画面 就是15岁的少年 他其实是在这个音乐厅的衣帽间兼职 那当他在混乱当中看到人群 就是被卡到这个死胡同的时候 他是赶紧挺身而出 把大门打开来 所以救了一百多条的人命 在X上面这段影片 大家也在流传当中 那现在俄罗斯也对他颁发了勋章 就是说他这个很勇敢 让一百多个人可以幸免于难 另外看看 美乌现在是赶紧 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做的 像是泽伦斯基就讲说 你普清仕途要指责乌克兰 美国白宫也强调说 这不是乌克兰做的 布林肯说 我们的确就是对于 这个恐攻的事情 感到觉得是令人罚指 那美国也跟俄罗斯的人民 是站在一起的 可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 扎哈罗瓦 这个俄国外交部发言人 他说 泽伦斯基是唯一把恐攻 归咎于俄国的国家领导人 伊斯兰国只针对 美国的反对者发动袭击 真是无巧不成书 所以他们认为 美国为乌克兰的任何辩护言论 都应该被视为是犯罪的证据 那可能也包含了 像是纽约时报那样子的讲法 都会让俄罗斯觉得说 这起事件是不是 跟美国会有关联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猜测 那前CIA的专家就说 没有啊 你不可以把这个嫁祸到乌克兰 这可能性是不高的 那我对于这个 是否为俄国的假旗行动 抱持一个质疑的态度 那普清现在目前的地位很稳固 是没有必要这样子来做 就是因为有人在讲说 会不会是俄罗斯自己 自己这个搞这一起行动 是要剥取大家的同情啊 还是什么 他是说应该是不至于会这样子 但是现在欧洲挺紧张的 他们就讲说 法国跟德国 因着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这个团结已经破灭了 那马克宏看到这一次的恐攻行动 也说要加强保安措施 那他的安全团队里面的一个消息人士 讲说从去年夏天以来 马克宏就一直随身带着几个大块头 人群中行动的话 他们会阻止人群晋升方面 有更明显的一个作用 那另外还有警方也表示说 这个爱立社工里面 负责马克宏安全的小队 已经升级到红色警戒的状态 而波兰现在目前也是跟俄罗斯 有一点闹僵了 因为俄罗斯的飞弹 竟然进入他们的领空 大概两公里 所以他们就召唤了俄罗斯的大使 说需要来说明一下 还要求要解释 应该要停止发动这样子的恐怖攻击 现在感觉欧洲的确不平静 难道这场战争要扩大升级了吗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其实这个真相一时还不一定有真相 就好像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也是隔了大概一两个月 才比较确认是乌克兰军情去干 美国也讲 后来乌克兰也默认 北溪被炸 你看扯了多久 这两件事第一时间 美国都说是俄罗斯干的 这件事第一时间美国就说是IS干的 然后IS立刻蒙面跳出来 承认是他干的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疑点 比如说IS向来他干 做这种方案的方式 不同 他总会讲他的政治诉求 不然就是要做政治交易 都没有 就纯杀人 纯杀人 然后保安也是蛮怪的 就是俄罗斯的保安怎么松懈成这样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全武武装进入 而且还带自动步枪跟烧一弹 他们怎么进场 然后还可以充容的坐车离开 简直匪夷所思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讯息 普京他只有讲到说是往乌克兰方向逃逸 后来就被抓了 所以我是觉得 坦白讲我所看到的IS的案件都不是像这样的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还要有更多的事实出现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认知 因为俄罗斯的认知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行动 除了普京没有名词之外 我们看到俄罗斯官员的讲法 我觉得有很多都已经名词了 而且就摆明的就是乌克兰在背后 美国现在就拼命在讲说绝对不是乌克兰 美国这个讲话 头妈是火上加油 美国讲话俄罗斯怎么会相信 所以我们昨天就看到两件事出现 就是俄罗斯就更猛烈的去轰炸乌克兰的电厂 目前乌克兰全境大概有100万人没有电 然后乌克兰昨天也去攻击黑海的两艘军舰 所以我说接下来搞不好就会像普京 他在胜选之后的演讲所讲的一样 就说接下来他就要在乌克兰境内 开始打出那个军事缓冲区 那他可能会朝两个方向打 一个是朝哈尔克夫第二大臣 要在俄乌边境打出缓冲区 因为不然乌克兰的人常常到周边 这个边境城市去做攻击 那另外一个就是奥德萨 奥德萨是第三大臣 因为要阻止乌克兰能够继续攻击黑海舰队 我讲白了 如果他打奥德萨的周边 那奥德萨的旁边就是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也有另外一个类似的顿巴斯 里面也有一些俄罗斯人 那是不是又要来一次呢 那摩尔多瓦在过去就是罗瓦尼亚 所以欧洲人现在当然很紧张 那你在往北看 还有波兰 波罗地埃的爱沙尼亚跟立陶宛 那还有最近刚加入北约的芬兰 到处都是可能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俄罗斯这个路火会 朝哪边去做表现 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俄乌战争 应该是会扩大 所以让人家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两年前那个时空 因为我看二星社最新消息就是他们也连利沃夫也在轰 然后西服也在 戊战争 对 就是很像当时 就在波兰旁边 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轰这两个地方 所以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两年前 又重新再开始一次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我想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在取证了 对不对 把这个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我想他只要掌握一点证据 具体证据 就是说证明是乌克兰干的话 我想他的反击力道一定会非常大的 这个就变成他在等于说 全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下做这种事了 对 而且 普丁我想从他的这个事后 这个发现以后 他的全国的讲话 他已经充满了愤怒 而且他一定 他说一定要对这个发动者 举行最严厉的报复跟制裁 这个他话都已经讲了 所以现在只是在取证 当然就是说 他一开始也就讲说 这些恐怖分子被抓到 他们正好要往乌克兰那边走 而似乎乌克兰也准备了一扇窗户 开了一个窗口 要准备接应他们过去的一扇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 他心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证据 还是心里面已经从逻辑推论 已经就认定是乌克兰了 不过这里面我想就是说 美国 乌克兰他没有说是谁 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伊斯兰国 这个叫这个好 伊斯兰国他中间的一个分支 是他这个ISKS 他这个事实上是在阿富汗附近 阿富汗跟塔吉克附近 边界附近的一个极端的回教组织 那么当然他们对于回教 就是说这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跟俄罗斯的这个冲突 他们当然是中间是有怨恨 不过就是说他们也承认了 他们立刻就承认了 那美国就立刻就认证就说 没错就是ISKS做的 你知道 基本上就是说 而且美国还讲一句话 绝对不是乌克兰做的 所以我想现在就乌克兰对 俄罗斯对这些表态 他基本上只有一句话 我想这就是 扎哈罗他讲的 他说美国为乌克兰为任何 美国为乌克兰任何辩护的言论 都将被视为犯罪的证据 对 所以这话也讲得非常 非常怎么讲 没有弹性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如果在未来的 这个几天甚至几周之内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 非常重大的打击 这可能也不会是例外 也不会是意外了 这个对整个俄乌的冲突 整个欧洲的整体情势 甚至欧洲跟美国的关系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很多关系都会受到 很强大的震撼 所以历史常常就是一些 突发的事件 它会导致整个发展的方向 急转直下 或者说变成一个 螺旋式的上升 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要 我们要很小心 很密切关注的 好 袁老师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改变了世界格局 我首先要强调 大家知道吗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 什么叫音乐厅 我跟你讲 他们没有宗教 但是他们基本上鼓励人民 去音乐厅跟博物馆 你在音乐厅里面大开傻戒 这件事情要极其严重 这个严重的话 有四个方面都要非常质疑 首先第一个 我根本就不相信 抓到的人是什么塔吉克公民 完全不相信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良心话 你要像那种 突击队队员的方式 在十分钟内 干掉143个人的话 你对于枪支的熟悉度 你对于进去的过程当中 这些人的话 每一个人被抓到的时候 都一副捞肚的样子 你们应该视死如归 我们说良心话 我们正常人 我们程学讲人是道德的动物 对于任何人的话 加诸死心 是一个下不了手的事情 难过终身 这些人干掉了110几个人 才这几个人 我不相信 然后塔吉克政府也讲说 这些人根本都没出国 怎么可能是他们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俄罗斯的门禁安检 送到简直不可思议 你带着武器带着异光弹 然后大摇大摆的 走进去 你知道吗 看到那个过程当中 一听话来不得了 你本身来讲的话 我并讲 就是说对俄罗斯讲 那个最重要的消息是 普丁被整个选举公会 宣布当选总统不到48小时 这还得了 这对他的威望 这极其大的损失 你要强调 你让战斗民族 极其愤怒的结果是什么 你自己可以想到 然后第三点的话 美国本身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反应太快了 什么IS 我跟你讲 IS本身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释出有因 现在的话 联合国投票里面 俄罗斯跟中国是支持 巴斯坦人的 那你基本上 基于你 伊斯兰的兄弟 对不对 现在还是你们的栽戒乐 你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 打死143个人 这要多大 而且是在 沃斯科的音乐厅 是一个象征和平的音乐厅 打死这么多人 那美国说 没错 就I scan的 所以说 那个John Kirby 他的那个反应太快 让人家发觉说 这里头有问题 你说那么确定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因为你要攻击他自己 国家最高的文化象征 里面所产生的 音乐厅跟博物馆里面 所有的死亡的人 都是无辜的 所以说对整个欧洲世界 非常生气 我请大家了解 最怀疑的地上化 就是乌克兰的 因为乌克兰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奇怪 突然冒出来的这几个人 说朝乌克兰跑 我觉得既然你这么从容的话 你就应该躲一段时间 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 你干了这种滔天大罪 我的天啊 一百四十几个无辜的人 去听音乐的人 听和平音乐的人 全部被干掉以后 出现了结果 你居然开了一辆白色的雷斗车子 往乌克兰跑 你要干什么 而且还说价码只有100万卢布 对 一万美金 对 而且我跟你讲 便宜到简直不可思议 而且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做这些一切的事情的话 让大家产生非常多的联想 这里面我刚刚讲的四件事情 都是我平常看到新闻里面 所觉得 我没有一件相信的 我认为都是假的 我认为的话 俄罗斯人的话 基本上会非常非常非常愤怒 我最后要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刚刚亮哥讲到 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的事情 战争可以使你不顾一切 好 所以现在恐怕真的要紧张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马上回来 加剎走廊上的人道危机 现在还持续发生 俄乌呢 来看看俄罗斯 音乐会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普清露面了 为了哀悼恐攻受伤亡的王者 我们看到画面 可以看到哀悼会上面 包括有白歌或者音乐 像这样的氛围 让现场充满了所谓哀悼的气氛 而死亡人数呢 从一开始讲70人 后来已经攀升到了100多人 那么现场的气氛里头 甚至还看到普清 现身在教堂里头 红了眼眶吗 通过画面看到 这段画面好像是在强调 他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 所以亲自去 还把这一天 3月24号列为 全国哀悼日 典纳族帮恐攻的 罹难者来哀悼 因此对于普清来讲 显然现在要拉高调子 他很多的新闻画面都告诉大家 一旦知道恐攻发生 当时他立刻就致电处理这个事情 各种照片画面 这种阴谋论现在持续发酵 而且把矛头指向乌克兰 白宫再度重申 这个是ISIS干的 而且他们也公开的承认 是他们做的 所以伊斯兰国当然就要对此案负责 而且美国的机构强调 这个组织对这次的袭击负责 白宫重申 再度帮他们澄清 乌克兰没有参与恐攻的袭击 俄罗斯外交部派的人可不买单 他说美国在克罗库斯音乐厅 恐攻之后刻意提到伊斯兰国 企图掩盖他们 金元救助乌克兰的事实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要放下 现在是报仇的时候吗 普京说枪手跟乌克兰有联系 甚至分析人士认为 普京会借着莫斯科这场恐攻 来升级对乌克兰境内的借口 但这也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已经发生了 立刻有非常多高强度的轰炸 持续的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超高音速飞弹 猛轰的地方是哪里 基辅利沃夫 各乌克兰表示 莫斯科发射了57枚导弹 无人机针对基辅乌克兰防空部队袭击 其中有18枚入境导弹 跟25架无人机 而其中还有一颗导弹 路过了波兰领空39秒 吓坏了波兰 因为乌克兰有大规模各个城市 都同步发起了警告 就是警报声响起 是因为太多飞弹同时飞来 而波兰空域被停留了39秒之后 飞离波兰 他也提出抗议 要求莫斯科要解释 你为什么要飞到经过我们家来 但莫斯科并没有回应 他还强调 日后如果有任何物体 朝波兰的任何目标飞行的话 将予以即落 这一次当然没有回应 那显然接下来 其实邻国是最担心 这些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里 会有多大的规模跟范围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西部 波兰的F-16战机升空戒备 就担心被波及 所以盟军的军机也在备战 那乌克兰除了先前有水库 还有电厂被炸之外 最新是连一个地下的电力设施 乌克兰的地下除气库都被炸了 那么官员下令增加电力进行 先进行一部分的电力恢复 然后轮流供电 才不会全面一百万人口 通通无电可用 所以俄罗斯现在攻击的 都是能源系统 发电系统 水电 配输系统 同时攻击的火力跟水力发电 都是在告诉大家 要从你的命脉来下手 那美军两架B-1B的轰炸机 也到这里附近 俄国有俄罗斯广播宣布的 他说美空军有两架B-1B的 枪技兵的战略轰炸机 飞到我们家旁边来 八轮之海靠近俄国的边境 结果俄军一架米格31 就赶快战机起飞去燃截 阻止他们更侵犯俄国的边界 这个是由俄罗斯刻意宣布 显然也是有意义在其中 所以接下来是 普京从他对于这个 恐攻事件 他的哀悼的行动开始 要告诉大家说 他的报复行动就要展开了吗 戴昂哥 我觉得有些行动 俄罗斯本来就有计划 只是增加他的怒火 也许他攻击的力道增强 因为事实上 普京在胜选的演说就已经提到了 就是未来他要做什么 他说他要在乌克兰境内 要创建几个军事缓冲区 因为俄罗斯 俄乌边境一直被打 所以所谓边境被打 主要就是 我们讲他的往北的部分 那就是哈尔克夫 沿线那一带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针对那个地方做攻击 因为事实上哈尔克夫已经有 20万人陷入缺电的状况 就是他的电厂被炸 另外一个方向搞不好是奥德萨 因为乌克兰也 在他俄罗斯攻击电厂的同时 他就又再去攻击黑海舰队 那又有两艘军舰被打到 我认为俄罗斯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住他的舰队 因为他现在黑海舰队 跟波罗的海舰队就处于 没有办法动弹的状态 那俄罗斯只有三个舰队 另外一个是海生威的 那个太平洋舰队 那现在波罗的海舰队 被北约那个芬兰湾整个困住了 因为芬兰加入北约 然后黑海舰队又因为乌克兰 这个奥德萨就在你的正对面 所以我认为俄罗斯 很有可能会去打奥德萨 因为最近他有一些发言 都不太寻常 普京说奥德萨是俄罗斯的城市 蒙德维杰夫就是前任总统 讲得更白 他说基辅跟奥德萨 都是俄罗斯的城市 这个讲得就有点过头了 基辅绝对不是 可是奥德萨真的有 是在苏联期间 逐渐的就变成乌克兰的 因为赫鲁选夫是乌克兰人 不然这个地方 事上长期就是一个国际港 国际港 俄罗斯只要是国际城市 都是讲俄语的 因为俄语才是国际语言 乌克兰语不是 所以俄罗斯人 事上是真的是比较多 那现在他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决定就下最后通牒给乌克兰 所以你要不要来跟我谈停火 你如果不跟我 就现状这四个帮来停火 那我就继续打 我就打奥德萨 也打哈尔克夫 就是你会牺牲更多 甚至有一些说法都出来了 说他要以德涅伯格以东 作为新的国界 那不得了了 那你就是占领了 大概乌克兰40%的领土 那还得了 这个战争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那他对欧洲的介入 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所以你看 他就给你飞越波兰的领空 那北约你要说我侵略吗 我认为未来这种地方 可能会包括好几个地方 包括波兰 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 比如说立陶宛 立陶宛现在也紧张得要命 那艾莎尼亚那个总理 被俄罗斯列为黑名单 因为他拆除了 苏联时期的所有纪念碑 重写历史课本 你有没有觉得跟台湾很像 真的也好无聊 结果艾莎尼亚的总理 被俄罗斯列为黑名单 然后还有芬兰 芬兰刚加入北约 那说要把他国内 15个基地借给美军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欧洲紧张得要死 就不知道波罗的海三小国 芬兰边境 还有波兰 哪一个先被打 还有摩尔多瓦 因为摩尔多瓦就在奥德萨的旁边 所以真的不知道 那俄罗斯下通牒给乌克兰说 你要不要来谈 那目前传出来的 因为美国那个爆料专家 那个Hersh又写了一篇文章 上个礼拜努力记者 他说乌克兰想谈 可是美国阻止 美国跟泽伦斯基说 你只要去谈 一年450亿就没了 现在我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可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那根本就是谈不下来 那谈不下来 俄乌战争就是要扩大 尤其是现在借着这个 名气可用的情况 真的是满悲观的 就真的没有人知道 俄乌会打这么久 到现在还拖着 我们也没有忘记 克里姆林公已经把这个事情 从军事行动上升成为战争 而且对西方国家喊话 克公德发言人 佩斯科夫就这样讲 所以随时是不是有可能 更扩大范围 真的是揣着 像最紧张当然是邻居波兰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利沃夫 利沃夫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事实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乌克兰之所以不同于台湾 因为它有庞大的陆界 是跟着无论是波兰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接壤 所以北约的装备 源源不断的可以从陆地进去 那陆地进去之后 第一个集结的地方就是利沃夫 我们看到这张 其实他在2022年 也就是打仗的第一年的3月16号 他就已经被个型的飞弹命中过 那接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子打 其实就跟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讨论战略的时候 他有一个所谓的战略五环的一个理论 战略五环的理论在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从战场开始打 往战场开始打消灭人口之后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基础设施 然后基础设施慢慢再打到领导人 这个是以前的想法 现在的战法不是这样 现在的作战的方法叫做外科手术式的战争 也就是杀手剑 直接的把领导人给消灭 这些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一开始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慢慢的 他从2022年的3月31号 他开始慢慢的从基辅附近退兵之后 他就不是这样打法 他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那种打法 所以他现在开始打电场这些的 而且我们想一想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各种的好棒棒 我们电都准备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场被打掉了 你觉得可以撑多久 那至于说波兰 波兰他不是完全的没有防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 事实上他是有所谓的 地面的神盾 也就是他神盾系统 他是放在陆地上的 他叫陆基神盾 这个波兰有 罗马尼亚也有 事实上这个当初的设计 是针对伊朗而来 但是现在没想到 针对的对象是莫斯科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之前大家都认为 神盾系统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研发了陆基神盾 摆在这边 至于刚刚亮哥最后讲了一个 地涅泊河的问题 地涅泊河其实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这条蓝色的 这个是地涅泊河 地涅泊河最靠近国界的 这一点是什么 这一点就叫做基辅 如果他这个舰队 真的成立了之后 他就可以从这个河道上 一路往基辅走 而且消灭两岸的部队 就是你前线的部队 顿巴斯这边的部队 你会变成两面接敌 两面受敌 然后你退也 退无可退 前面又有追兵 然后这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讲到的 是不是要打奥德萨 一定会先打奥德萨 不然他的不管是个型的巡逻艇 什么他怎么样进入这个 地涅泊河的河道 这个也就是说 当现在普丁已经觉得 开始要狠狠地打的时候 其实泽伦斯基应该好好的 为他的人民的宝贵的性命 好好的想一想 就所谓的诗出有名 兵哥之前是认为说 我们的俄罗斯人在当地 某几个城市被如何的侵害 所以我要出兵 现在直接所以乌克兰干的 我们的恐怖攻击 造成那么多人民的上市 是你们干的 虽然他们都说不是 但他管你是不是 现在是以这个名义 就是要更扩大规模的来报复 普丁也不是完全没理由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 针对这个音乐厅的攻击 它是很不典型的 如果真的是伊斯兰国干的话 它跟过去伊斯兰国干的 恐怖攻击完全不一样 非常奇怪的一种做法 然后甚至那个枪手来说 他是用17万台币被人家买通 17万台币 你要干这么大的事 你去抢银行不是都比这个 这个简单的多吗 而且你这个人就是死席 对啊 所以我不懂 这个人脑袋在想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中间当然谜团重重 到底谁干的还不确定 因为伊斯兰国过去 如果他要宣称他们自己干 他应该通常会发一段影片 直接告诉你就是他们干的 可是为什么目前 没有看到这个影片出来 现在有四个人的蒙面影片 说是他们 但没有那种过程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那当然普丁就是以这个为借口 他不啰嗦 反正他们既然是往你乌克兰方向投 我就认为他就是你带来的 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带 因为其实现在战事对他来讲 正逐渐转入顺手当中 因为最近俄罗斯是在乌克兰战场上 颇有斩获 他们最近等了一连串 把美国的M1战车也击毁 然后在好几个 阿富迪普卡 或其他这几个地区 都有在不断的推进 现在乌克兰呈现一个败退的状态 甚至俄罗斯这边在聚集更多的兵力 怎么要继续往前攻 他现在配合了一连串战略非常明确 过去他不采用的手段 打能源设施 打发电战 他现在选打 其实就回归到一个正常的 我就先把你的能源这些 一般平民的生活全部阻断掉 让你活不下去 造成你政府非常强大的负担 然后我再对你的政府进攻 那看你要不要来谈判 那我甚至准备从地区博合这边顺流 而上 我就准备一路往你进 呼吸点也炸 对 我就往你基辅走 看你准备怎么应对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对基辅来讲 是非常头痛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场战争 如果转入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普丁显然不满足于只要乌冬了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这样 他就是我能打多少就打多少 就是往那边打 而且过去的一些机会他也不管 你想想看那个飞弹 为什么会经过波罗的上空 很显然他就从波罗地亚打过来了 他的波罗地亚舰队那边 直接发射打过来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很明确的 就是你北约我也不怕你怎么样 没在客气的 对 我没在客气我也不管你 过去的一些经济全部没有 那大家就来拼拼看 所以其实现在情况是蛮严峻的 但是如果美国还是始终阻止 泽伦斯蒂谈判的话 我只能说乌克兰这边的局面 只会越来越糟 嗯